投票在今晚7點結束 三位候選人包括馬建威、雷福德和漢娜 會齊集愛民頓博覽中心等候點票結果 前亞省駐華盛頓貿易代表馬建威 在2個星期前的第一輪投票中 獲得接近4成1的選票 有望成為加拿大有史以來首位華裔省長 而雷福德和漢娜則分別獲得1成9 和1成半的選票 雖然馬建威的票數在第一輪的選舉中遙遙領先 但前司法廳長雷福德也不甘洩藥 在三大候選人的電視辯論中表現出色 贏得公眾的好評 投票結果將會在今晚公佈 勝出者將會接替特勿成為新黨魁 並自動成為亞省省長